你可以在这辆EPC的车头看到一个本田专门为这个品牌设计的一个电动化的logo 整体看上去是更加的扁平化的设计 而且嵌入在车头上面的完全平面的一个造型 加上发光其实看起来还是跟之前的本田标有一个不太相同的视觉管兽 你来到后面会发现这辆车你的侧身比例实际上是更接近于一个车身低矮一些的电动贯道的 因为前门其实是一个标准尺寸的长度 然后你到后门你会发现由于车顶的高度不太高 所以你会显得后门其实是比较长的 一会我们坐进去看看它空间怎么样 值得注意的是这辆车是把充电口放在了前一字板的部位 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有加充的人来说不是特别的不方便 但是如果你要频繁的去外面的充电站充电的话 比较狭窄的车位 然后我感觉这车还挺宽的嘛 一把要头扎进去再去公共动员上充电的话 对于这么大车身来说应该是有点难度的 这辆车其实也配备了流媒体后视镜 而且这个后视镜的外壳不是特别大 你看我这个14pro的手机放在外面 就是比较小的一个尺寸 那坐进这个车感觉内饰氛围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你看这个座椅又是几皮 又是外面的真皮白色的红线 而且这个侧翼感觉尺寸比较大 捏起来比较柔软感觉支撑性也比较好 而且中控台你会发现有不同材质跟颜色的搭配 你们觉得氛围还是相对精致一些的 这个仪表台上面的仪表实际上是把位置往上挪了一点 但我感觉如果我这身高坐进来的话 方向盘的上延上面有些挡屏幕下端的显示信息 如果放在最原始的位置的话 我觉得就是方向盘中间的位置看过去会比较好 我原来以为这个仪表屏幕 它的位置设计是为了替代HUD 但其实前面你可以看到 这个顶面设计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代GUD在前面 所以这个位置我觉得可以再考量一下 其实中控屏的部分是一个纵向的屏幕 它会在下方的流出空调控制区域 然后右边是把这个音量操作 接电化设置亮度什么的去放在中间 你看我胳膊肘靠在这儿 还是会把这个东西打开来的 这样的设计实际上是一个本田标准的操作 而且你坐进来之后 你会觉得这些按键都比较熟悉 跟现在的雅阁思雨其实都是比较像的 而且你会看到流媒体的外后视镜 显示屏的分辨率其实还是OK的 不过不知道暗光环境下会怎么样 反正现在我身高195公分 坐在主驾驶的位置 头部空间纵向空间宽度什么的方方面面都还是蛮好的 你会看见车顶其实也是一个类似绒面材质的包袱 还是比较讲究有点精致感 这头枕上面你看都是有两个扬声器 而且音响的品牌也是boss 然后我们现在去后排看一看 来到这个叶皮器的后面 我发现这车后排的空间其实还是不错的 纵向前排是我195公分身高的驾驶坐姿 然后我的脚是可以伸到座椅下方的 并不会顶脚伸不进去 而且地板的高度控制点还行 没有那么的台 但是吸点还是有点高 不过正常升高的人坐在后面 应该不成问题 整个坐垫的长度 前充物的柔软程度 我觉得都是蛮好的 而且整个靠背的角度也是比较的舒缓 而且在门板上面可以看到一个小屏幕 可以控制后排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通风加热按摩 车内的灯光 遮阳帘的开闭 手顶上的天幕 还是一个可以带变色的还比较高 刚刚试了一下 这个门是一个电动门并且带电锡的 你看我一开它自己就开了 然后你再拉一下的话 它自己能关门 然后你看它自己带个电锡 就直接吸上了 我觉得这辆车应该是个挺高级的车 其实你看整个EAP7的车时尺寸就比较大 前排二排都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空间 然后你再看整个后备箱 我会觉得这个容积也是继承了 本田历来比较好的空间优化能力 无论是地台的高度 还是整个镜身 还是它的整体的宽度 我觉得都是比较可圈可点的 我来看一下它把这个掀起来 底下还有一些储物格放一些工具什么的 来摄影师给个镜头 看一下这储物格 前面还有一个外放电装置 在上面还可以装一个支架 然后你把投影装上去之后 可以把投影仪的幕布挂在前排上面 刚刚我们来之前 它就是这么设计的 还能提供一个 可能是给车内露营提供的一个场景 你别看这个车在微博 或者抖音上面没什么声量 但其实你真正的走到它身边 坐进去感受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车 其实用料还是比较讲究 而且是比较高级的一个车 目前它官方没有更多的信息披露 我只知道这个车会提供一个单电机后驱 以及双电机四驱的一个版本 并且动力我觉得也会比较强 因为你看它轮胎的配置 都已经上到宽度265的轮胎 所以我觉得整个马力不会太低 所以我还是比较好奇 这辆车整体的一个动力性能 包括电池续航 这些关键信息 所以对这辆车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持续看这个频道 有什么想说 我们评论区交流一波